這個 要猜猜看哪一個才是真的里長 沒有 都是哪 都是嗎 不一年了 對… 雨柔妳怎麼樣 妳打一個叉子 不是 因為妳想說他們顏值這麼高 每天光約會跟被騷擾就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還有時間跟心力 又想出去往外跑 對啊 而且妳四面都還沒見過 怎麼會知道怎麼處理一些 社會上的事 真的 就是其實還滿強 因為長相關係就受到質疑的這樣子 像有人就覺得說 我當模特兒當這麼久 我真的有辦法吃苦嗎 真的有辦法做這些事情嗎 後來就是 當選之後就是用實際的行動 來告訴大家說 就是真的認真想要為大家服務 里長的薪水到底多少 因為我看到新聞上面講 好像一個月大概有個四五萬左右 這樣對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 其實算是還滿高的薪水 其實我們里長 沒有薪水 那我們也沒有勞健保 都要自己另外一腳 真的假 對 我們領的叫做事務費 一個月是 5萬塊 這個事務費呢 就是你所有里內的 像是雜誌啊 都要從這個裡面去支出這樣子 像是比如說里民有過世啊 你可能要包白包 那你要送一些花欄 都是從這個事務費裡面去扣除這樣子 所以其實 真正剩下來的錢真的滿少的 里民過世還要包白包 還要 那里民結婚咧 結婚也要包一下 也一樣 那 那可能還不夠用 那你這樣 沒有收入 這樣就沒有收入啦 對 所以就是做里長 就真的要很有大礙 所以這個其實是 滿辛苦的一條路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里長的 那我們就是 替民眾跟公家機關聯繫的橋樑而已 所以頂多真的有些沒辦法解決的 我們只能協助幫忙調解 可能鄰居糾紛啊 或者是像我們有一個案例就是 那因為那個民眾就養了 所以就是希望我們去 請他的雞不要叫 然後我就去跟他講說 那你的雞好像影響到 影響到這邊的居民睡眠這樣 民眾就 就是比較沒有誠意的那種就是說 不然都給你啊 不然你拿去養啊 不然你拿去殺啊 就沒有想要解決事情 對 就是沒有想要真的去解決 我們就只能做軟性溝通 但是民眾覺得沒改善 就會覺得說 你這里長沒用啊 都沒在做這樣 其實我是可以跟雞溝通的 我想要跟雞溝通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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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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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這樣的語速 語調去跟雞溝通 大概會成功 你有沒有試試看 來… 來… 啵啵啵啵 這變金叫急了 沒有…她還要學習 要再笑而已 還在學… 還在學啦 不過我前兩天遇到一個更誇張的 為什麼 她阿嬤過世 然後她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她請我去看她 證明她阿嬤是自然死的 所以她說 不是要請髮衣還是… 對啊 那妳就去了 沒有 那時候我在外面 那時候真的滿疑惑 我還以為是惡作劇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可是這種情況 如果真的家裡面有狀況的話 不是應該馬上聯絡119 或者是說請殯葬公司嗎 然後她就說她是沒有遇過 所以她就直接打電話給我 她只是要證明說 她阿嬤真的是自然過世 而不是他們有加害她 才導致她這樣子 是不是其他的里長 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是有潛力 這個真的是 我們去…在大過年 去年大過年出二的時候 就接到電話 她說莉長啊 我爸爸在醫院 要從醫院回家去拔管 妳要不要過來 我說我過去幹嘛 對啊 為什麼 對 她說醫院的人說 要里長來當見證 我當下就 那我去確認一下 打電話去警察局問 然後他們說 其實只要警察到現場就好 我們里長其實是不需要到現場 有時候到現場 其實是給里民一個 安心的一個作用而已 對 然後大過年我想說 大年出二 我媽說妳不要去啦 出二去 其實上市可能不是那麼好 最後就是幫她聯絡警察 然後以及說 北區的法醫去現場 去開死亡證明之類的 當里長就是跟超商一樣 24小時服務 且還全年無休 隨時都在接電話 我曾經還有沒有接到電話 然後民眾就寫1999投訴 到市政府去 說我下班後都不接電話 然後…找不到人 不是下班了嗎 其實里長是沒有規定上下班的時間 對 所以變成我們 等於是24小時 人家打來我們就要接 然後半夜的也接 跨年的也接 外野她只是想半夜講找妳聊天 妳也要接 妳也要接 因為有時候 她就去 有時候怕是急事 因為像曾經半夜 就接過火災的電話 所以我那個電話都開聲音 妳要出國玩怎麼辦呢 就是也沒有辦法 我還接過電話就是打來 然後罵說 妳們年輕人就是愛玩 不像老里長 都會時時刻刻待在家裡 守護里內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實我們除了沒有 正常這個上下班時間之外 我們也很常會被罵 像我們永和的話 就是地下人愁 人多車多 我們巷弄又很小 所以有些人可能 就沒有找到停車位 他會自己停在自己家門口 但他家門口可能是紅線這樣子 那就被檢舉開單了嘛 結果他就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里長 請妳跟警察講說 我們這個巷弄以後 不要來開單這樣子 可是這個 沒有辦法 就跟妳講這個說的話 我就只能跟他就是勸導 就是說 因為這邊是紅線的地方 我們可能還是不能停車這樣 然後他就超生氣的 他就跟我說 妳現在當上里長了不起啦 走駕草… 像我也遇過剛剛詠欣說的 關於開罰單 然後來找里長 然後要銷單 然後沒有辦法銷單 他會反過來罵妳說 那就是妳里長陷害我們被開單的 妳沒有用這樣子 然後還曾經遇過我里內有在蓋房子 然後廠商不小心 把自然水的水管挖斷 然後要去找 然後變成擴大範圍的停水 一整天 從早上9點停到晚上8點 我從找電話接到晚 然後每個人都罵我說 所以不用提前公告嗎 妳里長妳家老民嗎 可是我也只能說 請他們盡快處理 對 因為這個是突發狀況 對不對 之前有一對夫妻 她是我們以前留下來的志工 她就是對待我 還有新進來的志工 都沒有那麼友善這樣子 有一次就是他們服務的時候就 然後也沒有通知我 就那一天就開天床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跟他們講說 如果你們以後沒有辦法來的話 一定要記得 然後結果他們就很生氣 就覺得說 他就跟我說 我都不知道志工有規定 一定要請假的耶 然後就開始東扯西扯說 覺得我里長做得很不好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一想覺得說 我們之間的理念 可能不是那麼合適這樣子 所以就是就請他們轉調到 其他的單位去服務 然後他們就跑來跟我講說 我要去 而且我每個禮拜都要來 辦公室拉布條 然後那時候聽到就覺得 對 因為真的第一次遇到 這樣的事情 第一次被人家講說要來告我這樣 是 我也有曾經要被李明告的經驗 怎麼這麼容易啊 對 我們里內有一塊地 有一個阿姨在那邊種了小樹 因為很多民眾 會在那個樹裡面丟垃圾 一直被環保局開單 地主決定要把那幾棵小樹 砍掉 鋸掉 那也沒有跟我說 鋸掉以後 這位阿姨就來里辦公室 然後大罵我說 就是妳鋸掉的 妳一上任我的樹就不見了 然後甚至還動手拉我 叫我跟著他去驅公所解釋 然後後來他還跑去 我們附近的里辦公室 然後到處說 我的里長 鋸我的樹 然後不只這樣 他還跑去民意代表的服務處 然後對我人身攻擊 然後說我做得很不好 他說救樹妳 因為妳大選之後樹就沒問題 救樹妳 對 看他也要蓋瓜成瘦 後來他們最後就是我有去溝通 然後有把他的樹種回去 就比較安靜下來了 失戀打來討拍 對 因為其實我們滿常扮演 那個民眾的張老師 會接到各種千奇百怪的電話 甚至是心情不好 想找我聊天的 那印象最深刻就是這個失戀 然後打電話來跟我說 就是他的感情為什麼會這樣啊 然後就很難過 然後我就想說安慰他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他也沒有希望我幫他解決什麼 就是希望找一個書吧管道 然後跟我說說他的心聲 然後後面還告訴我說 那你眼睛要張亮一點 不要被男生騙了 然後就說好 謝謝這樣子 就是大家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就去找里長